為了爭取禁法林地全面補償 提高造林獎勵金 及解編移農林地等權益 族人不惜上街頭抗爭 同時巡迴圈臺 舉辦三十多場說明會 邀請族人參加爭取英勇的林地權益 甚至北上立法院表達訴求 呼籲立法院儘速三讀 通過原住民保留地禁法補償 及造林回饋條例 這邊要呼籲全體的立法委員 能夠為了原住民的生存權 也為了原住民整個臺灣的環保 整個臺灣的生態 一定要通過這個法案 來還給原住民一個公平的正義 原林盟認為這項法案 可以立刻改變族人經濟條件 是政府還給原住民族土地 爭議的開始 面對立法院第八屆 第七會期將結束 關鍵時刻族人希望立委們不分黨派 支持這項法案通過 法案若闖官失敗 原林盟表示將集結原住民族人力量 上街頭表達抗議 我們已經給行政機關很長的時間 也給立法機關很長的時間 如果他們還是沒有重視這個原住民 急迫需要林地能夠全面補償的話 我們不排除要走上街頭走到行政院 走到總統府去把這個聲音讓原住民 讓整個臺灣的大社會瞭解我們的痛楚 也瞭解我們原住民族的需要 原林盟希望這個會期三讀立法通過 終止二十一年來不平等 禁法補償條例 反還原住民族應有的土地正義 只要法案沒有三讀通過 族人也做好走上街頭抗議的準備 接著歌手高雄市財寶報道